根據調查在萬華的低售入戶 可以說是高居台北市之冠 那在疫情當前 許多人聽到萬華都聞之色變 那當大部分的人都想要離開這裡 有一群人仍心悉這裡的弱勢居民 一一準備物資 等待著一位為因著疫情快速升級 而措手不及的萬華當地居民 當管制一來到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外面的菜價整個飆漲 而且物資整個都缺乏 所有人都在搶購物資 所以這一些比較貧困 貧乏弱勢的家庭 他們更沒有機會來搶到物資 麵條來補那個方式 大概是幾天份的量 應該他們透過這一些的食品 應該可以用到將近四天到五天 左右應該是沒有問題 為了落實防疫 採電話預約的方式 安排了每20分鐘 一位居民上來領取 基本的防護措施都做到位 不能和居民面對面 但牧師都會隔著一扇門 再三地細心叮囑 不只是服務教會裡的人 而是聯合了里長一起幫助所有的萬華居民 這裡的八個里長都有彼此的連結 那我們也會讓里長來我們這裡領取物資 然後透過里長來發給這些社區的居民 除了打開教會的倉庫提供物資 也透過大量的電話關懷安慰與輔導恐慌的居民 牧師說這裡有許多隱性的感染者 讓很多人都不敢走進萬華 氣氛人性惶惶 那牧師自己呢 我想神既然呼召了我在萬華這個地方站立 我想神把這地的責任跟工作托付給我 當托付給我以後 我相信神都必保守我一切的平安 許多人在這一場抗議當中堅守崗位 文牧師也不例外 在最小的事上衷心服務 盼望的就是教會真的能夠成為當地居民最好的支持 以上是顧地變新聞中心在萬華的採訪報導